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又是来到一周科学新闻的时间 我们上周的回应是十分正面 不过有观众说 我们平均年龄18至22岁 就好像有些玩弄文字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集直接请一个 18至22岁的主持人来 她也是我们澳门科学院的致愿者 我们有请Betty Hello Lensi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不是18至22岁 我是18至18岁 22岁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22岁对你来说这么遥远 所以你认为我们找你 是否因为纯粹你是18岁 不知道 其实因为是你一个人的Instagram 计划者已经超越了我们澳门科学院的总和 这个是最主的原因 你真的太夸张 没有这样的事 不过当然了 一个更加实际的原因就是 我们澳门科学院一周科学新闻 我想推广到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学生 所以我上周有请了一个小六星初一的学生 叫Penya 而你呢 我也知道是中六 遥远 要准备升大学的学生 而你今天的身份 也确与我们今天的讲题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你知道吗 你在说今年的英国高校这件事吗 也确严是很大件事 你们准大学生 你又不知怎样看这件事呢 因为今年的英国高校 就是A-level 因为疫情取消了 所以导致应届校生的成绩 改用了由老师去评核 再经过电脑的演算法去调整 就是最后的成绩依据 但自从上周四 当局公布了成绩之后 多达39.1%的考生成绩 都被调低了 其实是非常之影响 考生入读大学的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看 当地和我们一样的应隔校生 怎样看 和你一样的应隔校生 我认识在市场上 我认识是B 所以我有一点疲惧 但我能够选择 因为我能够选择 我能够选择这个B 如果想要 不是每个人都会继续去学校 有些都会继续去训练 或教育的课程 但甚至是 被课程下降低了 我很多工作 所以我每天都在学校 8.30至5 每天都在学校 所以被课程下降低了 就感觉到肌肉 至于今次争议的焦点 其实是用来调整 学生分数的演算法 英国的跑评局 之前就表示 用这个数据模型 计算成绩的时候 其实会考虑很多不同的因素 包括学生之前的考试成绩 或者是同一所 学校过去几届学生的成绩 以及是教师评估的成绩 而调整了之后 这个成绩 就会跟历年的考试成绩 一样是这么公平 而且是这么有效的 我没有找错一个高中生 来说这个问题 刚才我听了 考评局的说 我说得很好感 那结果呢? 就是舆论排山道海批评 这个考评局的评分演算法 因为如果用学校过往的成绩 去调整校内 老师的预计评级 其实结果呢 就会令到 如果过往成绩比较好的名校 就一定会受惠 例如私校 或者一些著名的stay school 一定会受惠 但是普通的stay school 学生评级 平均就会被人降了两级 那么多 令到很多学生都大受打击 甚至有些学生是因为这样 没有大学读 而这个风波呢 最后就越演越烈 大批学生都抗议示威 最后就令到英国政府都要跪低 考评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其实明白了 And Patty 其实呢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任何的评分制度 相信都没有可能做到绝对公平 考评局都明白这个道理 而又在疫情期间 我们取消了公开试的情况之下 其实普遍的校内的老师 可能都会松手少少少给学生 去帮学生的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统一化的标准 作出调整 其实是有所需要的 而正正这个问题 就出现在这个 调整这个统一化的演算法那里了 其实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突显了私校和传统名校 在教育上的优势 以及将英国深层次的阶级主义 结构性的社会不公 世代性的贫穷问题 以及缺乏流动性的社会架构 都完全暴落无位 嗯 是啊 幸好我们澳门大部分的学生 其实都没有这个问题 我班同学仔呢 一早就考试了 等着入学了 即是保固你了 我相信 这个这么轻松的情况 这个时间你和你的朋友 其实有什么要做呢 你会不会像一些抖音主播 你有这么多followers 会不会像YouTuber那样 平时拍片唱歌 或者饮饮食食 就已经压下拉赚到钱呢 嗯 没有啊 平时其实很忙的 我又要教琴 又要学琴 又要帮人补习 不过话实话 其实现在YouTuber 都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有些饮饮食食出名的YouTuber 分分钟要转行 那么大件事 没可能他们的工作 是很多人里面的dream work 平时我真的有空 我才会看到 饮饮食食食的YouTuber的影片 那里看 他们一句话都不用说 只是读 稿也不用写 没有主题 即是连配音都省了 但一样是很多人看 你们自己看看吧 就很夸张 不过之后就没那么幸运了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于餐饮浪费的批评 还点名地批评了一些 走控了好几年的网络 大胃王的一些食播节目 或者其实这类型的 饮饮食食食的节目 很快就会被中国全面被禁播 唉 那就可惨了 你知道大胃王 平时真的 吃大胃 一时间 这样搞到没得吃 真是不知怎样 但其实说实话 我相信现在中国国家主席都这样说 其实背后有人就会讨论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会不会跟疫情 洪灾 洪灾 一起来到有关呢 导致中国真的出现了糧食危机呢 会不会 疫情就跟疫苗研发有关 洪灾其实由大雨至水开始 一直都在搞 至于洪灾 一直都有听过 但是就好像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的而且说 我们一直生活在澳门 基本上是不会发生 我们没见过 但原来真的发生洪灾的时候 是可以很恐怖 如果以一平方公里的 蝗虫的群计算 他们一天所吃的 或者所摧毁的粮食 可以够三万五千人吃一年 或者大卫王可能是半年了 以世界银行的估计 仅仅今年 2020年 黄灾就可以造成接近700亿 欧文匹的经济损失 或者我们看一看片 但他们天上飞 地上爬 东非面临25年来最严重的 蝗虫灾害 换句话说 一小群蝗虫一天就吃掉 三年五万人份的粮食 而这波东非蝗虫灾 目前估计达三千六百亿只 已经啃光成千上万亿亩的农地 不过科学界对于蝗灾的防止 其实也有一些好消息 最近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 康乐教授团队 他们发现 令到蝗虫群聚成群的 是有一种隐形的信息数 而通过识别这种信息数 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 对付蝗虫的可能方法 科学家发现和确立了一种 叫做四月锡基本隔米 的蝗虫群聚信息数 这个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上面 科学家发现 这种臭味很强的分子 吸引了其他的蝗虫 当蝗虫聚集成群的时候 又会产生更多的臭味 从而接纳更多的蝗虫加入并聚 而研究结果还提出了 利用这种新的发现 可以有在研究三种致黄的措施 分别是第一种 通过设置信息数的陷阱 令到蝗虫自投落望而灭亡 第二是通过基因改良的工程 令到蝗虫生日接收信息数的受体 如果令到没有受体的蝗虫 进入蝗虫群成功繁殖的话 那就不会发生蝗虫群聚的现象 但这个高科技的方法 难度比较大 第三就是可以找到 阻碍受体接受信息数的化学物质 这样就会令到蝗虫的臭角失灵 即是没有办法群聚 哦 那是怎样 哦 我自己看完这篇 我自己的问题都和你差不多 嗯 但是呢 那当然是继续去了解 就是美国 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神经生物学家 Leslie Forssell女士 就发表了评论 她就会说 其实最后一个办法 即第三个办法 是最有希望的 她就说 信息数的发现 的确实是有办法找到 化学的解药 帮助我们人类 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其实真的有可能 避免未来蝗灾的发生 不过 到目前为止 不知道是否她的结论 人类其实还未掌握到 任何治黄的实际手段 嗯 那如果那些蝗蟲吃光的东西 那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好 其实也很好 其实也很幸运 前一屆已经帮人类 想起这个问题 因为人类有时候 真的没有办法 他们几万只 几亿只的蝗蟲飞过来 幸运 如果当农作物被吃光 之后 他们会吃回同类 嗯 嗯 蝗蟲真的很变态 哈哈 就是 如果不是地球 可能会被蝗蟲统治 这样说法 所以呢 嗯 不过我好像多了 今天时间的时间 好像差不多了 你不知道 慢着Ramsi 你刚才问了我这么多问题 现在到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想问是关于科学馆的 想白一下 上星期三 那个十号风球 海高斯的风力 跟天甲和山竹一样 那么你们科学馆有没有什么受损 我听问你们之前用了一亿的 嗯 这个问题比较敏感 不过 今次的确实海高斯的风力 是非常之强 而我也跟大家补导 其实我们澳门科学馆 大家看到我们外层 完好无缺 也透过海高斯 也印证了 我们之前所做的 建筑和海底的优化 是有城下的 嗯 而心形鼠 你待会出去也看到了 还是一个心形 所以大家 欢迎继续来玩 哦 那好吧 那我没有问题了 我要去教琴了 好了 各位观众拜拜 拜拜 拜拜